大家好,今天是8月23日星期五 放假了,放假了 不過市場又下跌了 好像這些市場日升日跌,日升日跌 唉,蓋死港股佬 今天有這麼多板塊上升 上升最多的幾個板塊就是保險業 保險一直都不錯,則代表市場不是太差 不過銀行股也不是太差 煤炭板是鹹魚翻生 法學製品同繼續在這裏 今天上升的板塊是比較實正的 即是說市場不會點稅 保險股也是這裏 很大牛龜的保險股上升 所以這裏是實硬的 還有這裏是銀行煤炭股 煤炭股是小一點 除了是大一點的星之外 這裏就沒什麼好處 這裏是這麼小的 平時也很少留意 如果大家都是什麼 你還夠一毛錢也不夠 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還有記者就是紫和林業 紫和林業 楊光芝業大一點點 李敏造芝業大一點點 例如九龍芝業都不見到 即是變成一般性 電訊服務 很簡單 如果市場不動 不行的話 錢會把這些 中電訊、中輿動、中聯通 留意這些東西 其次是化學製品 化學製品 一般都會對於 反應製造業方面 特別現在要留意 就是氫能源方面的東西 好了 接著就是今天的版派方面 就是 中華平安 升了比較多 馬里巴巴升了一點點 其他網易也升了 不就跌了 網易跌到9% 跌了12% 還有就是有幫 就是回一點點 接著美團又回一點點 百度又回 都幾下5% 我看看就是大使來講 大使今天來說 基本上又不是太差 不過 肯定是升幅 不是很足夠 現在在這點裡面 就希望 趁著今天星期五 大家都是 明金收兵絕 看看Jackson Hole有什麼來講 我自己個人覺得 Jackson Hole裡面 就是白威爾告訴你 有件事 就是我們看著數據做人 通脹可以好 可以的話 我們就可以接受範圍 他不會一定會再說2% 因為他在6月的時候曾經說不到2% 他也可以減息 不需要一定到2%的時候可以減息 我看看有沒有需要 看就業數據 一定會說就業數據 好嗎? 因為 最近就業數據方面 他之前 去到7月 都說就業數據很好 6月的時候就說就業數據 有所誇大 被美國勞工部有誇大 7月的時候就能接受到 前兩天他就寫了 去年整年的職位增長 要下調八十多萬個 哇媽 這些不都一見就沒有了一半 其實一個星期之前 加利福尼亞州已經說 我們2023年的職位 其實是沒有增長的 之前又很增長 現在就說我沒有增長 我一直都說美國联邦 美國勞工部的時事中 他就業數據是造假的 為什麼造假呢? 明關的統計 是有出現問題 他不去提出這件事 他還是繼續應用 鮑威爾一直接受這件事 就是職業良好 其實你想想 你接受了假的數據 你繼續說它是好的 其實你做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他不是眼盲 他是深盲 有政治取向 我一文章都說了很多 講講一下 我都不想再講美國的數據 直到最近 在前天說 我要下調八十多萬個 一直都算到數 你跨大了成這個 差不多跨大了那麼多 所以就一定要調下來 是不是? 是這麼簡單的 所以他所謂的下調 他已經說了公佈一次之後 再跟著下調 下調了三次 現在他再第三次下調 他還要再下調 那就是你跨大了 現在沒有問題 現在就看 他說是否一定會減息 不是一定 他一定要減息的話 美國會減息 如果減息的話 美國就要宣佈進入衰退 看看我今天的篇文章 美國是領先經濟指標 唯一可以繼續寫領先的 還是說不是衰退 就是美股的好 如果美股不好的話 那就掛掉了 好了 無論如何 來到這裏的時鐘 我們看到 基本上站在1050區 整股 1050區整股 挺好的 先站在這裏 站在這裏先 因為已經脫離了 172區 以前是172區 這次下跌 穿過172區再上來 現在只要 就算下跌 172區 那就好了 172區 那就是哪裏呢 大約是布里加東道的宗族 宗族是17189 好了 如果升村這裏 我一直都在說 是 可以看這裏的 跟著 可以看這裏的 就跟著 嘔起上面畫 兩萬點 起今年 年底 是有望的 好了 不過不是 大摩說不是 大摩說 落回來 12000點 不過他這麼明年 好 好 大家看 今天在留言 在股協 樓藥中的軟件 呢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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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